澳洲當地時間午夜起 即是香港時間今晚9點之後 所有入境澳洲人士要自我隔離14天 而在本港機場有旅客臨時取消行程 多間旅行社也取消即日至下個月中的澳洲旅行團 因應香港時間夜晚9點開始 澳洲實施新的入境限制 在Iman近6點半由香港飛往適離的航班 抵達後乘客都要自我隔離14天 有旅客決定取消行程 亦有旅居澳洲的港人決定飛回去 亦有旅居澳洲的港人決定飛回去 如果他們公開48小時 我們可能會否自己決定 現在我自己的家其實沒問題 澳洲航空說乘客可以免費更改行程 但如果想退票 就要向售票的相關機構查詢 旅遊業議員說 至少11間旅行社取消即日至下個月中出發的澳洲旅行團 無線電視記者賴啟新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